中文字幕 李宗盛 逛逛街 到處去 跟朋友去喝茶 喜歡走多遠 有人希望退休後環遊世界 有人希望學一門新手藝 你又有沒有想過退休生活是怎樣的呢 香港仔方會社會服務的 林應和長者輪舍中心 和區內兩所學校合辦長者學院 推動課代學習 除了提供持續學習機會給長者之外 亦都給長者將自己的知識傳承 給下一代發揮所長 繼續貢獻社會 年輕學生更可以在各班 中擔任小導師 增進與長者的互動 促進跨代溝通及共融 其實我們2007年已經開始了 參加一個長者學院 因為我們一向 我們學校的理念就是服務社會 亦都想學生走出這個課室 我們都有責任關心老人家 我對參加了這個活動之前 其實我覺得長者是比較沉悶一些 還有思想會比較古舊一些 其實參加了之後 我就覺得他們的思想 其實都有與時並進 其實準備很大 長者可能對於他們來說 是一個放慢生活態度 一個很好學習的對象 我覺得我會繼續參加 因為其實可以知道 怎樣跟自己家裡的長者 怎樣更加好地相處 過日晚年 難免遇上很多不同的改變和挑戰 老年學家認為要活得開心健康 就要多參與群體和社區活動 在2014年起 我們就獲演藝人 蔡一志先生贊助 及動員期義工小組 11 room service 為中心行動不便的長者 舉辦節日性活動 長者感受節日氣氛之外 亦有效推廣課代共融信息 仍然連華老去 身體上的轉變在所難免 很多時要由照顧家庭的角色 變成被照顧者 有些老年病 特別是認知障礙症 對護老者而言特別棘手 我是一個護老者 我媽媽患了認知障礙症 大概五至六年 之前她比較寂寞 好像不想說話 參加了之後她比較開朗了 我最深刻的活動 就是小腦袋大畫家 將我們的回憶勾回來 我雖然是幫忙 但我也覺得很開心 因為她好像很重拾以前 很聚精會神地完成她的作品 藝術創作被認為是可以激活老部 減慢認知障礙的進程 透過小腦袋大畫家小組 為一班認知障礙症 或者有記憶力退化的長者 透過用繪畫藝術 發掘她們的技能 創作出獨一無二的生命故事 其中十二位參加者的作品 還在港鐵利東站社區畫廊展出過 中心還設計了 聰老最擅長訓練教材套 集合多元化認知訓練 增強認知障礙症患者的現實導向能力 專注力 認知和手眼協調能力等等 有助延緩大腦退化 訓練還可以輕鬆地在家裡進行 方便護老者 身 中心設有多種專業服康健身器材 給會員使用 藉此鼓勵長者多做運動 同時亦有健康講座 血壓血糖測量等服務 促進健康晚年生活 身 中心社工提供一般輔導服務 還定期舉辦正向心理學講座 提高長者心理健康 令他們可以正面快樂地過每一天 社 除了剛才介紹過的長者學院 十一room service之外 中心還提供多元化的社交康樂 和學習活動 另外亦都可以在中心登記做義工 透過參與各項的義工活動 幫助不同的人繼續為社會出一分離 知針對認知障礙症 提供多元化的訓練 多角度支援長者和照顧者的需要 聽完這麼多介紹 有沒有些心思思呢? 各位如果有興趣的話 不妨隨時過來林應和長者輪社中心 了解多些他們的服務和社區資源 請問大家 我們今天早上 請問大家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